抗爭,抗疫產品賺千萬,被指拖數母捐款,龍門逼新老闆,租黃絲圍工。 龍門兵失因力撐黃絲向學生提供免費販合而火速上位,打著抗爭之名推銷產品吸引大批同路人支持和捐款。 疫情爆發後有大賣口罩和初手液等抗疫產品,估計大賺於千萬元,成為最紅黃色食店。 但多名跟龍門合作的黃絲夥伴卻先後跟龍門老闆罵, 他們懷疑被人利用,並質疑對方拖數母捐出收益對現承諾。 足知更多精彩內容請留意這次旗東周刊。